复理乡公所结合在地10个部落以及花莲县环保局 4月8号在石牌村草地公园办理110年复理毫米季 绿生活好运道活动 和大家分享绿生活经验 同时加强宣导农业生产过程 进化以及保护环境 为复理带来好运道和永续经营 复理乡公所结合在地10个部落 以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4月8号在石牌村草地公园 办理110年复理毫米季绿生活好运道的活动 各位乡亲 今年是我们农民节第三届的农民节 要说起来就是燃地版农民节的 所以我们在表扬各村的重道达人 还有今年特别要重视 我们原住民的重道的达人 活动内容设计主要是 藉由部落与大自然共融共存 共生的优势 介绍在大自然当中如何取材 选择最低食物里程的新鲜食材 因为不同的饮食习惯 用不同的料理方式 烤煮蒸等等 推出代表各部落原味的美食 因为我们花莲物理箱 总共我们的重道面积有3500公顷 算是花莲的米仓 我们的米好不好 在哪里 好不好 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米 相互过日本 和大家分享绿生活经验 同时加强宣导农业生产的过程 进化与保护环境 为部里带来好运道 以及永续经营 记者高松松 必须采访 获得 cheeks 再调кими propose 现在 宣 PB